今年有十多部影片 确定在2019年的春节党上映 创近六年来的新高 电影类型也是多种多样 除了观众们常见的喜剧片 爱情片之外 演员李光杰可是带着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前来 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李光杰 演起来李光杰 穿着一身黑灰色的连体服 高度还原了自己在电影 《流浪地球》中的角色 王磊 外太空也会有智慧生物 你经常会想这些 那些东西 但是终于有一天 我自己出现在科幻片里的时候 再想想我小时候看的那些杂志 我会觉得这一切 都变得特别的神奇 所以说在整个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圆梦 一元童年梦的李光杰 在《流浪地球》中 实验一位有着强烈使命感的 救援队队长 影片讲述了太阳急速老化 地球面临灭顶之灾 人类开启了《流浪地球》计划 试图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 寻找新家园 李光杰所饰演的救援队队长王磊 也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是给地球装上了发动机 把地球从太阳系里推出去 一万多座发动机 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坏的或什么的 然后王磊的功能就是要保护着 发动机的这个火石 还有工程师 保护着他们从各个地下城 然后开到发动机的地方 他是一个军人 是一个不畏艰险 勇往直前的这么一个非常坚定的 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救援队队长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 但是李光杰在片中的造型 就让他耗费了不少体力 他那一身叫外骨隔机甲 穿上之后生活不能自理 自己不能吃饭 也不能去上厕所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穿上它之后 就相当于被锁在了一个房间里 就是所有的关节都会伸出 运动起来可能都会有点困难 瘦了十多斤 然后如果有想减肥的朋友 可以购买我们流浪地球的周边产品 外骨隔机甲 请联系我们的剧组 每天穿着十多个小时 咬牙坚持 演完角色受了十多斤不喊辛苦 是什么让李光杰甘之如頤 所有的辛苦 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觉得自己的名字 真的载入了中国电影的史册 因为这部电影必然会被记录进史册 因为它是第一部硬科幻 票房你不管多高 你总会有被人超越的那个时候 但是第一部硬科幻流浪地球 这个是让我觉得无比的光荣和自豪的 那天的大海天一样烂 我们的地球阳光翻蓝 记者范亚婷 上海独家采访报道